好 刚才我们看了一连串 发生在美国这个 川普遭到枪击事件的一些 后续的发展 其实我真的心有所感 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孩子 在这个高中 国中的时候 甚至大学的时候 他可能因为比较内向 然后因此备受霸凌 这个霸凌的问题 现在不止美国非常的严重 在台湾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会造成这些年轻人 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 不平衡 甚至就造成他的反社会人格 然后也许他就会可能 做出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这个之前我们都讨论过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 霸凌这件事情 一定要好好地处理 一定要想出一个对策来处理 那美国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势必 这个共和民主两党支持者 肯定这个对立的情况 一定会升高 那在台湾 像我们已经选举完了 难道还要再让政党之间的支持者 持续的对立吗 真的是要劝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以苍生为念 不要这个再用 有一些这个对立的这种语言 或者是作为 像37年前的今天 顾总统蒋经国宣布 戒处台湾省的戒严令 后来就把这一天 然后定为就是解研纪念日 那今天赖清德总统还有行政院长卓荣泰 就到了国发会的档案管理局 来视察政治档案开放应用的情况 其实你真的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 这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些联想 那因为最近才发生过 川普的预袭事件 所以据说赖清德身边的维安有提升 但事实上台湾总统身边的维安的编制 跟美国的密情局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带大家先来看看 好的主播 今天是解研纪念日37周年 而在37年前的这一天 由已故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省建言令 总统赖清德上午是特别前往过去 关押政治犯的原国防部台湾军人监狱 转型成现在的国发会档案管理局 视察政治档案开发应用情形 一起来听稍找赖清德的支持 台湾今天的民主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 了解台湾真的经历过专制独裁的黑暗时期 能够让国人知道真相 避免历史重演 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民主的社会 用民主反民主 我们也不希望过去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跟极权主义站在一起的人 企图想要把国家带往过去 刚刚看到局长的报告 我发觉你们的工作非常的有效率 因为在日前我所准备的资料当中 解研的纪录只有百分之九十六 今天看已经到了九十九点九六 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只剩下二十六件是没有解研的 没有解密 赖清德在支持时是特别提到 内心是百感交集 感慨台湾何其不幸 竟然经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研 这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九的戒研时间 也遗憾过去有不少人因戒研而遭受到诬陷 甚至牺牲生命 重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是前人毕露蓝绿民主前辈牺牲奉献的成果 之后是话锋一转亦有所致 似乎在暗喻最近的国会改革法案 还有蓝白绿视线风波 措辞严厉表示 不希望任何人在民主的社会用民主反民主 也不希望过去站在人民对立面 跟极权主义站在一起的人 企图想要把国家带往过去 似乎也暗示即将修会的立法院 蓝绿白双方阵营恐怕还有的吵 而由于昨天才刚发生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枪袭事件 现场围安人数也略有提升 总统赖琴德作为后方是左右两边 也各做一位特勤人员 严防任何围安楼洞发生 以上就是所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你听听他刚刚的言论 是不是其实还是一直在挑动一些族群的对立 真的是真的是不要这样了 台湾如果再继续这样对立下去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身为总统 上周六赖琴德到基隆的清安宫致辞的时候说 他要打击黑金枪毒和诈骗 这是一定要全民运动才有办法的 我们都在打击 报告总统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打击 但是我们怎么样 打那个165的诈骗专线 他就跟我讲说 没关系你没被骗钱吗 那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打炸呢 对不对 那你总是要给我们一个方法嘛 不管你是你的述发部也好 还是你的法务部也好 那立委莱斯堡就说 赖金德会讲出这句话 就表示政府其实对于打炸是利有未待 所以要全民跟他一起打炸啦 那现在就是你花下去要打炸的钱越花越多 但又看不到成效 最重要的是因为从头到尾 根本没有拿捏到诈骗集团的要害啊 赖总统这句话 某种程度就代表政府在打炸方面 利有未待 需要全民一起来帮忙 我们事实上也看得到 我们不管过去的苏贞昌院长 或者陈建仁院长 成立这个所谓的 要这是打架的国家队 以及要办公室 每次都花十几亿 可是你看那个曲线 今年的同一个时间的 这个诈骗案都比去年多 所以诈骗案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所以成效不怎么样 那现在有打炸 这个相关的方案也通过了 那主要是增加行者 包括还有其他的网络方面的 这个业者要配合这一部分 我们希望有帮助 其实全民已经在帮助了 但是问题就是 政府似乎没办法准确的 拿捏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要害 好我们中天支持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但是我们也要自己争取 对不对 所以下一次投票的时候 眼睛要张大一点 谁该投谁不该投 你就自己要做判断 现在这个民进党立委 邱毅已经宣布 他有意要争取 高雄市长下一届提名 还说国民党的柯真是可敬的对手 那对此呢 这个柯真也回应了 他说国民党 是不是由他自己来战 还是未知数 但是他倒是觉得 民进党在高雄市的初选 越来越热闹了 因为还有一个许致杰 是不是由我来战 还是未定之数 不过我想民进党的竞争 非常的激烈 因为他们一向就认为说 只要是这个初选过关的话 应该就是可以过关 不过这个还是有一大段路要走 那目前台面上几个立委 都是立法院的好同事 那我们都给予祝福 那当然 未来会不会是透过初选的方法 还是乘入大家所外传的 可能会派这个所谓的喷问安 或是许民村 或者是刘世芳 这其实地方的传言都非常的多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一场君子之争 大家就是到两年之后 真正要进入最后的一个决战的时候 就是各自把自己的这个政策端出来 那选民自会做决定 不过我想民进党 的确在初选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越来越热闹 我想民进党内的游戏规则 就是都很清楚 那我们都是竞争跟合作的关系 那初选的竞争都是在所难免 那最后呢 我们一定会合作 然后选出一个最大公约数 然后最后呢 能够赢得胜选 所以有很多人来 我觉得很好啊 高雄就是一个人文会萃 人才辈出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想来 我们欢迎 真的是有自选高雄市长的人 通通来 这个对高雄市其实也很热闹 我觉得也很好 我想我还在审慎评估当中 那不排除往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那就是高雄很多人才 我觉得都很好 我们都会一起为高雄来努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